理性的說明這邊的地質問題 那個中間那根塔柱是T3塔柱 在林霞別墅旁邊 我們看到底下那個 紅色的那條線就是 地形的線照這個測量的等高線畫出來的 下面那個比較黑的一塊 旁邊寫覆蓋土層的 那個就是T3的基裝 下面是高度風化的岩盤叫做聖若岩 下面那個聖若岩它的強度只有多少呢 只有混凝土的25分之一 上面那個覆蓋層呢 只有混凝土的200分之一以下的強度 現在這個T3塔柱 它是一個標準這邊塔柱的代表 它的基裝全部放在覆蓋層 旁邊的土壤 只有 只有這個 這個混凝土的200分之一 它連底下的那個聖若岩都沒有進去 那麼T3是什麼呢 是全區最高的一支塔柱 T3也是什麼呢 全區塔柱建具的最大的一支塔柱 所以它的受力 是遠教提它的塔柱要大的 這樣的一個設計 可以顯示出 我們在 在這個工地施工的工人都不會設計出這樣的東西來 利三菱公司的工程能力大有疑問 這是第一點 第二個 施工的工法 不能接受 這個施工的工法跟貓籃是一模一樣的 叫做井基 大家看 左這邊 上面的這張圖 這個是T16塔柱貓籃T16塔柱滑下來的相片 中間看到圓圈圈畫起來那個一環一環那就是井基的 剛襯 剛環襯 這個剛環襯旁邊的土是泥巴 剛剛看這位小姐這個 這張圖 不是剛剛那個 這個圖 那隻手是誰呢 那隻手是莊瑞熊的手 那隻手沒有帶手套 那個環襯濕濕的就是這個 泥巴剛被他那隻沒有帶手套的手撥下來的狀況 他的手沒有流血喔 再看下一張這個 下面莊瑞熊繼續在撥 他繼續在撥 撥了更多他還是裸手在撥 還是沒有受傷 這個就是井基的設計 當時的 貓籃T16塔柱為什麼會滑掉 這個是關鍵因素 我在這邊做了一個比較表 貓籃的設計單位中華工程顧問他同意 應該是像左邊這樣 他提出來的 Spec 就是施工歸妹 可是他做出來是像這樣 也就是說這個環襯周邊 完全沒有 沒有跟這個基裝 這個基裝跟這個研盤完全沒有 接在一起旁邊全部是爛泥巴 這就是他們的工法 那麼我們可以講 發現剛剛那張那個等高線圖那張 你會說快一點好不好 這個基 這個基 這個基裝的上面覆蓋的儲存 就好像保麗龍一樣 下面8個 KSC的 就好像軟木頭 貓籃這根基裝是站在什麼地方 是站在200 KSC 跟混 跟混泥土一樣強度的研盤裡面 他都變成這樣子了 現在我們貓這個北欄的基裝 最好最好的狀況是站在軟木裡面 T3這根最危險的 他是站在保麗龍裡面 還挖了一個比那個樁還大的洞 在裡面放口氣 這個就是我們的工法 這個就是T3在這裡所要採用的工法 就是這裡要用的工法 梅蘭 梅蘭 你真的是梅蘭 梅蘭怎麼採用 梅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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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蘭